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海报挂满伦敦街头 女王离世让全英国陷入停摆 长期旅居的台湾人全程见证这历时一刻 店家关灯悼念 民众献花祝福 从女王过世到国葬落幕 伦敦所有商业活动在过去这12天 几乎按下暂停键 现在国葬结束 英国人的生活还是得回归正常步调 清洁人员捡起满地垃圾 还有成堆鲜花也必须处理 根据英国政府统计 女王林就在西敏宫公开的4天 有将近25万人排队前来瞻仰 只是从伊林游洗英首页 瞻仰及大萤幕转播这些费用 通通得由英国政府买单 女王国葬花费 很可能逼近新台币将近两亿元 只是英国正面临高通膨压力 有人认为因女王过世造成的经济损失 难以想象 尽管英国人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国葬 包贬不一 但新君主加上新政府 似乎也准备把英国带往下一个世代 TVBS新闻综合报道